今天,最新路透社的消息 英國那邊已經在討論,會不會收退休金稅 嘩,這件事都很厲害 英國財赤,也不是一天半天 你都會說,很多國家都財赤 但有個問題就是,稅收不足,稅的程度很厲害 加上人口老化,錢從哪裡來呢? 你要想一下,錢從哪裡來呢? 很多香港人移過去的時候,都賣光了東西 因為想著,那邊收了增值稅 如果我不買的話,增值了一倍以上的房子 所以說,算了,多便宜都賣了一層房子 拿現金過去吧 但現在你留意,嘩,退休金也要拿稅 其實,香港原來用不需要交稅? 如果你退休金,拿退休金,那用不需要交稅呢? 這樣也很複雜的 你去到加拿大,或者澳洲報稅,頭痛 美國也是,你一定要找專業人士去報 做會計也很好,在外國 其實原來,理工的部分 原來,僱主幫你工的部分是不需要交稅的 但原來,如果你找一個儲蓄計劃 如果儲蓄計劃,幸好賺到錢 你一樣要交稅,原來是很麻煩的 你不要以為香港做的那份,去到外國就不用交的 其實一樣要交的 所以你說,嘩,你漏報了又麻煩 總之很複雜 現在研究到,嘩,向那些老人家打主意 嘩,大哥,怎麼搞 當然是談的 他們說是隱形稅 收了都不知道 自動自覺就在這裡打理主意 所以你過去,有一個問題就是 他會看到有什麼好處呢 有誰有錢呢 拿就拿的了 政府沒有錢,跟誰拿呢 就是跟你拿 所以你去一個債務嚴重的地方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他會千方百計想辦法 加稅給你 好似日本也是這樣 即是什麼鬼都加 那你要看到那些人 真的不再去那裏 即真是在那裏投資 因為你稅那麼重 怎麼搞呢 除非你那裏真的超級強 即是說,你那些人是快手快腳的 有些不能夠儀 不能夠義取的優勢 我一定在那裏生產的,別處做不了,那我才會在那裏做的 要不然我加上稅子,你的薪金又貴,又不見到特別有競爭力的話,那些工業,那些生產 其實是很正常的,你做生意就是這樣,在商延商就是這樣 那我沒理由去一些生產力又低,又好氣,不用做又行,不做又行,那些地方去做事 所以你會見到一個現象就是這樣,那些國家開始去不同的地方 因為上一陣子,整個退休金制度,英鎊不斷急跌的時候,整個退休金制度差一點崩潰 你不能夠定價,那些債券等等,所以債務另一個國家的評級真的很差 所以現在密謀開會,大家看看有什麼辦法,有得拿就拿,或者再隱形稅 隱形稅就是,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想都是靜悄悄,在那裏抽些錢出來,挽救一下經濟 錢從何來呢?對不對? 所以,你站在哪裏是很重要的,怎樣去理定一件事好不好呢? 總之大家要注意,一個國家開始不太行的時候,儲備都不夠用了,那就借債 但當你借債的那條路都不成功的話,那就很麻煩了,就開始向市民開刀了 你醫療系統,又會越來越缺乏了,你越排就越長了 所以很多時候,對自己應該有個保障線的,我經常都說 你不要只是買金融產品,不要只是買樓,買股票,還要做一些保障自己的東西 那你覺得有用呢,讚嘆分享給朋友,還有留意一下這宗新聞 如果這宗新聞有突破,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